林则徐广州禁烟时,收到了一封威胁信,立刻连夜离开广州。 林则徐虎门硝烟的故事大家都不陌生了,可谓大偿了中国人的士气,举世震惊。 不过,林则徐禁烟的过程,可不是像中学课本写得那么顺利,其中的艰险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。 起初,林则徐被刀光皇帝为以重任,派他前往广州查紧鸦片,确实也收缴了不少鸦片,但跟他预料的数量还差得太远。 可是,当时的广州各派势力盘根错节,林则徐根本不知道谁会暗中报信,因此查了几次之后,效果不是很明显,让他还是头疼。 而且,就在林则徐一筹莫展的时候,突然又收到了一封信,信中只有一句话,少管一点,给大家一条活路,否则要你的命。 很明显,这就是当地的鸦片商给他的威胁信,想让他知难而退。 林则徐这个人大家都知道,以刚正不而者称,尤其是他的那副座右鸣,海纳百川,有荣乃大,碧利千任,吴玉泽刚,更是世人皆知。 所以,他的手下们都以为,林则徐肯定不会被这封信吓到,肯定会继续追查下去。 但是,林则徐捧着这封信,手却在发抖,沉思良久后,做出了一个决定,收拾行李,马上离开广州。 下人都很吃惊,林大人这是怎么了,一封信就下成这样,这还是林大人吗? 但看到林则徐凝重的神情,他们也不敢怠慢,赶紧收拾东西,趁着夜色离开了广州。 很快,林则徐离开广州的消息便传出来了,大街小巷都在热议林大人受到了威胁,出去闭一下风头。 一时间,广州城内很多人都像放假了一样,烤鸦片的商人低头窃窃私语,吸鸦片的人也开始蠢蠢欲动。 但这些人没有高兴多久,一周过后就开始哭天枪地了,原来,收到那封信以后,林则徐陷入了沉思,前妻禁言看似已经绝迹了,可为什么还能接到这样的信呢? 肯定是还有更多的鸦片藏在暗处,只要他林则徐一天还在广州,这些鸦片就不会露面。 林则徐看着这封威胁信,知道这些鸦片商坐不住了,不如干脆来个将计就挤,装作自己被吓到了,连夜离开广州,等鸦片重新露面,自己再回来杀个回马乡。 果然,林则徐刚走了没几天,鸦片商们就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,纷纷出手,把藏了多时的鸦片都搬了出来,希望能早点卖掉。 这时候,林则徐回来了,不到一周时间,就查获了七千多箱鸦片,让鸦片商们欲哭泪。 后来,林则徐将收到的那封威胁信,连同自己的回信,都贴在了宫市墙上,市民们看后,无不对林则徐的胆识竖起大拇指。 那封威胁信的内容大家都知道了,那么,林则徐的回信是怎么写的呢? 同样是一句话,我多管一点,是给大家一条活路,否则,这东西就会要大家的命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